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宜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5月23号星期六的下午5点钟 欢迎收听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好的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其实很多人都说 我们要保持社交的距离啊 然后不能群聚 不能去人太多的地方 所以因此呢 现在在各大的山林 好像成了一些热门的场所 像我自己最近也很喜欢 就是往深山里面走啊 因为比较不会看到那么多人 然后重点是呢 我又喜欢选在平日的时候去 人潮比较不会那么的拥挤 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哇最近好像被闷得 实在是有点无法喘气 很多的场合都一定 必须一定要戴口罩 那你知道戴口罩这件事 就是你呼吸会很困难 你会很难讲话 然后你好像没有办法 好好的沟通 所以其实大家最近 生活压力都有点大 呃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其实是一个蛮疗愈的话题 也是我最近很爱做的事情 就是往山里面走 呃我们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森林狱这件事情 因为森林狱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那你大家知道吗 其实日本哦 我手上有一份资料说 这个日本提倡森林狱已经将近40年的历史了 其实有很多国家在研究森林狱这件事情 在推动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 而且很多研究都证实了 森林狱它其实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 减缓焦虑的情绪跟压力有助于睡眠 那么其实英国近年来也升起了这个森林狱的热潮 譬如说是非常美又有智慧的凯特王妃哦 她就身体力行 政府还有成立了这个森林狱的学会计划 将这个森林狱要纳入疾病预防的社交处方 那么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啊 就是会有一种宇宙会有一种物极必反的感觉 最近大家不是在讨论吗 我们是把地球已经破坏待尽 现在什么大自然要反扑 友谊派是这样的说法 但是大家要想想 这个森林狱这件事情让我们回归大自然 其实我们可以从大自然获得很多的能量 我们今天呢就要邀请一位很厉害的专家 今天要来听听到底森林狱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落实在生活当中 让我们邀请的是台湾森林保健学会的理事长 袁小伟袁理事长 理事长你好 宜沛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理事长 最近是不是你会被很多的媒体朋友啊 或是问到说是不是大家要往户外走走 最近好像你们的这个Facebook蛮夯的对不对 的确因为我觉得是COVID-19 让大家觉得说最重要的不是潜力不是权力 而是免疫力 没错你说什么金钱乃身外之物 有没有权力呢再努力一下就有 但是如果健康失去那真的是找不回来 的确是如此 对那最近呢为什么大家都会提倡说真的要往户外走一走 是不是真的可以减低焦虑这件事 其实的确啦 从很早开始我们其实我是台大森林系的老师 那我们在最近这三五年来就是极力的推行这个森林疗愈 就是鼓励大家走到森林里面去 那事实上森林疗愈你要讲起来从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在德国有位柯奈普神父啊 他当时就提倡说要让身体强健 你要吃健康的饮食 还有很重要一件事情要到森林里面去走 走路这件事情 而且走入森林里面走入自然里面就可以增加免疫力 所以从柯奈普神父开始推行这个自然疗愈啊 那接下来我们也知道很夯的在日本其实跟我们很近啊 那日本他就是在这个林野厅的一个长官叫做秋山智英氏 他就提出了心林育就是森林育的意思 心林育 你发音比我还清楚 因为我学日文的 难怪 心林育 心林育 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到森林里面去 那然后鼓励大家进去 那在近几年来可以看到上元燕老师还有李清老师 就是在日本的这个两位学者 他们也极力推唱森林疗愈 而且用科学用医学的方式来证实到森林里面 的确可以增加免疫力 譬如像李清教授啊 他是一位医生 所以呢他就做了实验就把一部分人放在城市里面 然后把他带到森林里面去 有男有女啊 那大部分都是像我们这种还在工作啊 这个比较压力大的这种工作上班族群 然后到了森林里面呢他早上让他走两个半小时 下午再让他走两个半小时 然后来测量他在去森林之前的这个所谓的自然杀手细胞 什么叫自然杀手细胞 听起来很恐怖哦 听起来很恐怖好像会把我们杀死一样 没有他其实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Natural killer cell 就是我们自己的免疫细胞 所以如果这个Natural killer cell 这个自然杀手细胞 它的数量 多的话 它的活性 多活性高 表示你的免疫力强 所以李清教授因为他是医生 所以他可以用抽血的方式啊 然后来看你血液里面的这些Natural killer cell 所以呢他就在去之前 跟去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他就看到那个数量是往上增加 真的假的 而且活性是往上增加 然后呢直到你第四天 你第五天 你回到都市里面来继续做你上班族的工作 但是你的Natural killer cell 它的活性跟它的数量 仍然可以维持一定 但是慢慢过了十天 慢慢过了二十天 就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 到了三十天 其实基本上又回到你最初 没有去森林的那样子的一个等级 对 所以它代表怎么样 代表说 一个月你要到森林里面去三天 享受森林浴 可以让你的自然杀手细胞 维持一定的高度 你就可以到都市里面工作 可以让你容忍这个一个月的 都市里面的这种压力 没有因为你看哦 刚刚教授也有提到说 我们其实一个月要去三天 可是三天回来之后 就等于是你去森林充电的感觉 那你知道我们在森林 刚才有提到那个专有名词 叫做Natural killer cell 但是你知道我们回到都市 为什么会渐渐下降 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3C killing cell 就是有好多3C产品 一直不断在攻击我们 很多工作压力 还有boss killing cell 我们身边的同事 有没有 co-worker killing cell 有很多这种 每天都会杀死我们很多细胞的 所以其实我们是必须要有一段时间 让自己回归 你看以前原始人 他们是也是住在山林里面 住在深山里面 为什么以前都没有那么多的病痛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现代人 真的要抽空 往大自然多走走 去有点类似像大自然接轨 有种充电感觉 的确 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 所谓的reconnect 就是重新跟大自然连结 你想想看嘛 人类的演化史 这么长一段时间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时间 我们是跟自然是连结的 尼安德塔人 对不对 北京猿人山顶洞人 然后就到我们现在 我们只有大概零点零一的时间 我们是被压缩局限在都市里面 所以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的DNA里面 事实上还是跟自然有一些连结 那只是说我们被扭曲了 在都市里面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所以现在我们 这个森林保健学会 跟我们台大森林系 我们在推广的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reconnect with nature 就是重新跟大自然 重新跟自然连结 跟森林连结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好像跟大自然连结 跟森林连结 好像我们还要舟车劳顿 然后跑到很远的地方 其实根本不用 你知道台湾 如果大家有研究过 其实我相信教授 已经非常的了解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很幸福 我们开车大概半小时 我们就可以到了山野里面 然后你说你想要去百越 要去高山 要去几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我们其实是唾手可得的 我们还这样浪费 我们台湾有百分之六十percent 都是被森林覆盖的 哎呦你读过啦 哎呦我还是有做一些功课的 想要来访问教授 而且是森林系教授 不能太丢脸啊 非常非常棒 对六十percent的土地 是覆盖的森林 你想想看全世界 哪有像这样子的一块土地 是用绿覆盖 而且我们世上还有非常发达的 这些工商业的这种 同时平行的并境 对 那我觉得尤其台北人 我觉得台北人啊 你真是幸福 你看看纽约 巴黎 伦敦 对 有哪一个城市是你在台北 你从环顾四面 这种大的 都是山啊 都是山 你要观音山友 要阳明山友 大屯山七星山群 都是你开车一下下就到了 对 你的视野的端点就是绿色 就是山 所以有很多的郊山可以去 那另外当然有一些森林疗域 我们也鼓励 远离抽离你的工作环境 所以你可以到中南部 你到阿里山 你到双流 因为林务局 它拥有的我们的森林地 大概80%的这个公有地土地 都是林务局在做管理的 帮我们人民作为代管 那他们也做了非常好的一些工作 所以划设很多规划得一的 国家森林游乐区 那个都是非常好的森林疗域的基地 了解 你看我们第一段在跟教授聊 就是知道说 其实台湾人要接近森林 是一件蛮容易的事情 没有你想象中的难 你踏出去 就一下下 你就可以跟大自然做这个连结 对不对 可是我读到一份资料 其实我觉得也有一点羡慕 譬如说啦 我们邻近的国家刚刚有提到日本 其实还有一个国家 别忘了 韩国 他们的森林覆盖率 我读到资料是67% 我不知道对不对 待会呢 我们就来听听教授 来讲一下 其实我们要借进 国外是怎么做 听说韩国 他们赤字很多钱 在做森林疗愈这件事 广告之后 再来请教授 今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Hug Radio是我扬起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5月23号星期六的下午 五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怡沛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台湾森林保健学会的理事长 袁校委员理事长 同时也是台大森林系的教授 好 教授 我们想要再讲一讲 如果说 这个台湾要发展 在森林疗愈这一块 或者说呢 鼓励民众多多走进森林 在台湾现在的发展的阶段 大概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好 台湾说起来 在最早开始 林物局其实就有推动 所谓的森林愈 这是我们比较 惯常使用的一些名词 对 那当然现在我们叫森林疗愈 一方面是因为 疗愈这两个字比较sexy 你不觉得比较性感 对不对 疗愈这两个字我超爱用的 你在我IG上 always看到疗愈 现代人到底有多需要被疗愈 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压力 对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疗愈 这个两个字上面来讲 什么宠物疗愈 音乐疗愈 艺术疗愈 所以森林疗愈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用森林疗愈 那我们在看所谓的这个森林与森林疗愈 它差别在哪里 其实说起来是类似的意思 是 那我们也看到森林疗愈整件事 是一个像是一个连续的光谱 也就是说 假设譬如说 我很喜欢大自然 像宜佩你也喜欢大自然 我喜欢 你就自己到森林里面去 你随便走一走 你也不用人带领你 你就觉得感受到那种新鲜的空气 然后看到云 虫鸣鸟叫 听到风声 就会觉得有一种很舒服 感觉好像它真的是在治愈我们 是 所以有一些人只要这样子 这个也叫做疗愈的一部分 那但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是上班族 可能是宅男宅女 他到森林里面会害怕 因为的确有一些人会觉得 森林里面可能有那个 红衣小女孩等等之类的 有吗 真的会有人到森林里面 会觉得有红衣小女孩 其实有一些人会害怕森林 他有时候也不知道说 这样子森林背后 是不是会有什么老虎狮子 猛兽蛇跑出来 所以这个世界上 的确是有存在像这样子 会害怕森林的人 所以我们就要训练一些森林疗愈师 带领他到森林里面去 然后指点他能够enjoy 能够放松享受森林 所以这一块就是我们训练了一些 森林疗愈师 然后我们让这些人到森林里面 我们有一些既定的一些课程 一些疗程 有一些活动 这种也叫做森林疗愈 当然还有更进一步的 就是有一些人如果他是有一些 精神上的一些比较焦虑 躁愈 或者有一些人他是在做复健 他需要用一些森林地 来锻炼一些体力 那这些我们就是所谓的师 就是像医师 复健师 精神科的医师 心理疗愈师 他们这种师的人才能够带领 这一批可能是比较严重一点的人 进入森林里面 从事森林疗愈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森林疗愈事上是一个光谱 它从很简单的 你自己去走 这个就是森林疗愈 有一些人带领你 办理一些活动 也是森林疗愈 有一些师级的这些人 带领一些比较严重一点的人 到森林里面 从事一些治疗的活动 也是森林疗愈 其实我觉得森林疗愈 刚刚听教授说 其实你可以从浅的 然后到中间到深入 其实都有 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重点 我是严重的要警告一下 譬如说台湾大哥大 中华电信远传电信 在森林里面那边 绝对不要有任何讯号 你无论怎么疗愈 我就想现代人就是这样子 到森林里面 看一下风景 拍拍照 好想要上船打卡 然后来上船打卡一下 告诉大家现在我现在在哪里 看到了什么厉害的风景 根本没被疗愈到 人都被手机疗愈 哪里有森林疗愈是不是 的确 所以我们现在森林保健学会 我们大概是在四年前成立的 我们就是因为看到说 在国外有很多 都已经在进行这种 有规划性的森林疗愈的活动 那我们也体会到台湾 现在已经大概 我看可能70%的人 都集居在都市或城镇里面 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族群 我们觉得它很需要 到森林里面被疗愈 所以我们就训练一些学生 那这些学生可能有心理的背景 有森林的背景 甚至文学的背景 我们训练他们能够带领 大家到已经规划好的一些 像是林物局的一些 森林游乐区里面 然后进行一些活动 那我们在进行活动的时候 的确第一个我们就禁止大家 带着手机 或是把手机断电只能开飞航模式 然后整个森林疗愈的疗程结束之后 再还给他们 不然现代人太容易被手机绑架 就算我们不想用 有时候我们老板要找我们 或是电话一来 我们也不得不接啊 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讲非常正确 其实第一个手机真的要放在一边 你才能够进行到森林里面去 能够享受这些大自然 了解 那如果说现在我们训练了一批 这个森林疗愈师 假设如果我们自己啦 我们不想要参加什么疗程 或者是什么 不想要参加一个tour的话 其实我们自己去森林也可以 非常可以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可以接触 有受训练过的这个森林疗愈的疗愈师 他到底会在森林里面跟我们讲一些什么 其实我自己蛮好奇的 是我们在森林里面 当然有分不同的这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对大自然的了解 因为感性之余 很多人事实上对于一些知性的知识 也是蛮感兴趣的 我就会很想要知道知识 对啊我就看你很用功啊 已经事前做了很多的功课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会让大家看到 譬如说有一块枯粒倒木 一个枯倒的木在地上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那个东西好难看好脏 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就从生态的角度看 一个枯木倒下来 事实上是养分 然后渗透到大地里面去 一些种子落在上面 开始有些小苗长出来 所以你好像看到是一个生命的死亡 但是相反的 它是更多的生命 可以借由这个保姆树 能够滋润能够长大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 事实上生命的更迭 其实不用太难过 大自然自有它的韵律 所以我们在讲一些这种生态 或森林的知识之余 我们会带动一些心灵上面 或是一些这种精神上面的一些 哲学性的思考 所以这是这一块 我们会有一些导览解说 这个我好喜欢 非常棒 回来就可以发IG 写一些很哲学的信心 就不好意思 我还是讲到手机 对不起 我跟大家道歉 然后教授 还有另外一块是什么 那当然另外一块 也有我们会有老师 带领一些心灵的活动 因为在森林里面 当然你可以从事一些艺术 你可以画画 你可以冥想 回想你过去小时候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的确是有心理老师 像林音真老师 他就带了很多 譬如说我心中的一棵树 还有讲说 我想一些我小时候的一些 让我悲伤 或让我开心的事 然后让大家有一些群体的分享 所以的确是有像一些心理的 像这样子的一些活动 有我有在你们的Facebook上有看到 就是你们还有拍成照片 就每个人拿着他们的画作 然后有些人的树旁边有椅子 有些人树旁边有荡秋千什么的 可能都跟他们背后的故事 或是成长的记忆有关 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棒的事 是 所以这个带的老师 其实他必须要有非常丰厚的 心理智商师的背景 这个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带领的 那另外当然我们到森林里面 我们有一些运动的 有一些比较软性的运动 譬如说我们做瑜伽 那然后我们做一些这个伸展的动作 那另外也可以做稍微激烈一点点的 我们用这个北欧剑走杖 让大家爬坡 或者走一些陡峭的山林 就让他喘一些气 因为尤其对于一些年纪比较轻一点的 他会觉得我到山林里面 如果说能够耗费一些我的精力 或者大叫大声把心中的这个 想骂的人 全部给他通通给森林拥抱 是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会让这个你的 这个有一些抒发 那另外我们有跟风潮唱片 杨冲这个我们叫杨冲 就跟他有做一些合作 风潮唱片很棒 他们有很多那种很疗愈的音乐 对 所以我们等于说是强强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到森林里面 然后我们也有一些老师带领 就是听那些音乐 然后做一些冥想 想像你是一只大观鞠 在这个树贯城 然后你怎么样 大观鞠讲怎样 大观鞠是猛琴 OK 通常我们就叫老鹰 就随便乱叫老鹰 但事实上它是大观鞠 然后它的这个翅膀非常大 它会乘着热气 然后往上盘旋 所以它就俯瞰大地 俯瞰我们这个亲爱的母亲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音乐的 有艺术的 有一些运动的 那有一些就是生态知识 那当然主要就是践行 当你在走的过程 在走的过程 其实也有医学家 就知道说 你的腹胶感神经 会被活化 会被激化 那腹胶感神经 就是会让你 比较能够放松 所以光是在森林里面 大踏步 你把手摇摆 大踏步的走路 事实上就可以刺激你 让你觉得比较舒适 比较放松 了解 其实现代人 生活压力很大 尤其是现代人很常 会去定期做践检 现在有很多科学的仪器 都可以已经帮你测出 像我上上礼拜 才去践检 然后有一个机器 竟然可以帮我测出 我的胶感神经 跟腹胶感神经 是不是有达到一个balance 或是我有没有处于 一种焦虑的状态 那个检查 其实很酷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什么都不要做 就是躺在那边 然后呢 非常的平静 心情不要有什么波动 然后它就在你手上 夹一些东西 那我想如果去做森林疗愈 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用科学的角度 来去测的话 真的可以达到 譬如说刚刚教授有提到的 也许是你的抵抗能力 真的会变好 然后呢 你的焦虑真的会减弱 是 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现在要讲的 就是说森林疗愈 不是只是housewife tail 不是只是一个 在网路上 我们看到有一些 像是假新闻吧 或是大家随便编造的一些 说我觉得这个吃了就非常好 可以让你身体强茧 不是如此 虽然我们的直觉是 我们知道到森林里面去 一定是好的 因为森林 我们说森林三宝 新鲜的空气 干净的水 听虫鱼鸟叫 而且有丰富的这个负离子 氧气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直觉是知道 森林就是好的 那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也是用医学跟科学的方式 然后来证明森林 的确是对我们的生理 会有一些正向的 像我刚刚讲 李清教授 他做的抽他的血液 看里面的natural killer cell 那我们现在在做的呢 也我们测他的 α波 β波 因为现在有一些 那种脑波音 现在那个超级夯的 我还因为晚上这样睡觉 我要听那个什么 α波 阿法波还什么波的 就是他会让你的脑波 处于一种很peace的状态 什么 所以那个超夯的 是是 所以我们森林系有一位 瑜伽兵老师 所以我们常说我们是铁三角 就是我 还有瑜伽兵老师 还有林一真老师 那瑜伽兵老师 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也发表了很多的这个文章 他就是用一些仪器 然后用淀粉这个唾液酶 然后因为唾液酶是可以来看你的这个 身体的压力的指标 所以我们在去森林之前 跟做完森林浴之后呢 我们也是有做一些这种 科学上的一些测试 然后来看进入森林之后 你的身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西头是我们台大实验林地嘛 对 那我们的处长 蔡明泽处长 还有跟台大的苏大臣医师 也有在里面 也做了很多有关脑波 有关生理心跳 还有心脏的血管疾病的一些 像这样子一些测试 那重点就是我们都证明了 我们过去的直觉 的确可以用科学数据来证实 你的这个压力会降低 你的血压会降低 然后你在里面 整个身体的含氧量会增加 然后你的运动完了之后呢 你的腹脚感神经会被唤起 也就是会有放松 有舒适的感觉 了解 那其实哦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 可能过去都有经验 譬如说你去阿里山啊 或是河欢山 你住那种森林小木屋 通常假设你早上有报名 这种行程的当地的兔儿的话 通常都是一大早就叫 你要去做森林浴 那我今天很想请教教授 因为我们真的要跟听众朋友讲 那是一个科学的 到底为什么森林浴 一定要一大早去做 难道我不能睡到中午之后 才去弄吗 是不是跟植物 它释放出来的 为什么什么分多金什么的 是不是有真的有相关 好我想啊 森林浴啊 事实上一天24小时啊 好我应该这样讲 白天做森林浴 比较好一点 因为主要是植物行光合作用 所以它白天会释放氧气 但它晚上呢 是行呼吸作用 所以会释放二氧化碳 但是也不要太紧张 那所以我们晚上如果去的话 它就是会跟我们抢氧气 是不是 我觉得不要太紧张 我刚刚讲说 某种程度是 它没有那么多的氧气 那但是你要想到 它白天还是行了很多的光合作用 仍然是会有氧气 在周边的环境 但是晚上的森林也很美妙 没有啊晚上森林一定会有红衣小女孩 我觉得森林白天去 其实我觉得很美妙 然后也会让你真的很放松 可是晚上你知道 可能森林里面有一些动物 它会发出一些稀稀疏疏的声音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很害怕 我刚下回我带你去 真的吗 森林在黑暗的时候 会怎样 有一种神秘的美妙 因为就像你讲的 有一些黑暗的动物 你平常看不见的 对 而且当晚上的时候 声音都比较降低 尤其当没有光害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满天的心动 你到一个开阔的地方 会看到满天的心动 你不会回头看到 财狼虎抱出现吗 不会是不是 你会听到 好害怕 呼呼 呼呼是谁 我觉得是猫童鹰之类的 Yeah 黄嘴狡消 这是在我们台湾一些周边的礁山 晚上常常会听到的黄嘴狡消 好像有曾经听过耶 very very beautiful 是 真的在晚上听到 他其实是在宣告礼遇 Yeah 然后他会对叫 你叫两声 我叫两声 有的时候是同性的 有的时候是异性的 所以在晚上 你还听到青蛙在叫 所以晚上的森林 有它美妙之处 是 那当然大部分人 在白天享受森林 我觉得只要是白天的时间 任何时间森林都非常好 那早上为什么 我们觉得说 出去走一走森林遇 好像感觉大家是被鼓励 早上出去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早上鸟类开始活动 鸟睡了一个晚上的觉 然后白天开始早上活动 就开始叫 开始叫 所以你在早上 听到鸟的声音特别多 对 主要是在森林里面 到处是鸟的声音 然后你就觉得说 非常的优美 那就是一个天然的交响乐啊 的确是如此 你不用花钱 你现在花钱也没办法去 国家音乐厅了 因为现在就不能演奏嘛 但你去森林里面 你就是听了免费交响乐 你想要听多久 就听多久 for free 是 但是它的制造 这个情况和作用 制造氧气 释放出一些水分 其实是一天 只要有阳光的时间 它都会进行 所以这倒不用担忧 那另外我们森林 刚刚没有提到的 芬多精 对 什么叫芬多精啊 芬多精也是森林的宝贝 对 那芬多精说起来 就是森林里面呢 因为你看树长得这么密 对 中间总是有一些病菌 黴菌 是 它会释放出一些代谢的副产品 那是挥发性的一些物质 会在森林里面 弥荡在这个空气中间 那这个芬多精呢 它主要是杀死这些 黴菌跟病菌 让树比较健康 所以基本上是树自己本身 释放出来的一个 治疗它自己的一个气体 这么神奇 所以树自己会排放 治疗它自己的气体 是 你还听过 这是岔开题外话的 我最喜欢岔开题外话 树事实上 它的根部 真的像阿凡达一样 它会传递很多的讯息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阿凡达那个电影 不是拍假的 是真的 就它真的是会connect的 然后会传递很多 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讯息 是 譬如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的水分比较充分 然后我开始有一些 很好的一些 刚好有一些什么 蛋的养分啊等等 我藉由这些根 是会释放出去 有一些化学物质 会让我告诉其他的树 它当然不是故意 要告诉其他树 只因为它自己身体 里面的机制就会让它有一些化学物质 会传递给其他的树 这些树就知道说 这个地方有些特殊的养分跟水分 它的根就会长到这个地方 很厉害 我觉得植物很强 好所以我们回到芬多金 它自己疗愈自己的挥发性的一些物质 那我们人在森林里面走 我们呼吸之间 吐纳之间 我们就把芬多金也吸到我们身体里面来 那所以这些芬多金基本上是来杀病毒病菌的 所以它到我们身体里面也会有类似的一些功效 可是芬多金闻起来应该是不会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什么味道吧 应该它就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因为它很稀薄 所以你没有特殊味道 但是你如果把这些芬多金把这些树把它浓缩 就是我们讲的精油的味道 所以像宽木精油 了解 张树精油 会让你提神 醒脑 那芬多金因为它的非常非常的稀薄 所以你没有闻到那么浓的味道 那事实上它就是浓缩起来 就是精油的这些功用 了解 好的 我们今天真的会跟教授一聊 就会聊到一个不行 因为就觉得说真的 听完教授讲会真的很想走路山林 但是呢 下一个阶段我们要请教教授 假设啦 因为教授今天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去跟大自然做连结 可是真的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很遥远 假设如果我们附近就是真的只有公园 我们没有办法到森林 或者说我真的现在不方便 或者是说我不想要出门 只想要去附近走走 有没有办法呢 我们广告之后请教教授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5月23号星期六下午5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台湾森林保健学会的理事长 袁孝伟理事长 好教授 那如果不是台湾现在的状况 假设我们放眼国际好了 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 英国的凯特王妃 现在很推森林域嘛 希望大家可以往山林里面走 但是日本跟韩国 现在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听说韩国真的花很多钱 在真的很钻研这件事 韩国基本上 他们是把它放在他们 几乎就像是国家的 前瞻计划 那样子的概念 我们台湾的前瞻计划 就是建设建设建设 水泥钢筋 其实实在是不对的 因为在韩国 他们在做森林疗愈 这件事情 是把它放在国家建设里面 所以他们有国家的基地 我们也带团 就是带领务局的同仁 还有一些学者 我们就到韩国去访问 我们就跟他的这个国家的基地 他那整个基地 他的总部呢 他当然有些室内的设施 譬如有一些水疗的设施 那有一些让你做一些运动的设施 让你冥想的设施 他还有广大的森林 让你可以在森林里面走 在森林里面做瑜伽 或者说是抱一抱大树 摸一摸这个树木出造的树皮 然后听一听树叶流的这些声音 以及把鞋子脱掉 然后让你感受到大地 所以他们也有像这样子的活动 那另外呢 他们也是规划了 我看是七八个不同的森林疗愈的区块 他们叫做从幼稚园到死亡 我忘了他那个专有名词了 也就是说从你最早开始 其实幼稚园之前 连怀孕的妇人 妈妈 他们都有设计课程 所以有些森林是让怀孕的妈妈 这根本就是一条龙耶 的确就是如此 然后到森林里面去走动 然后妈妈孕妇 有一些孕妇的一些活动 然后幼稚园的儿童 他们有一些是森林幼稚园 让小朋友去玩泥巴 去跟森林结合 那另外有青少年的一些 比较有体力的一些活动 然后到中老年的 到森林里面去疗愈 做一些比较舒缓的活动 那最后其实人死了 他们还有树脏 所以他们有一些森林 是树脏的一些环境 那另外从最早开始 你从cradle 你做这个摇篮 其实是木头做的 到你死亡的棺木也是木头 所以真的从木头到木头 从森林到森林 所以韩国是把它当作 一个国家的 一个前瞻计划在推行 那他们鼓励大家去 同时他们会做一些 那个森林的券 有一些假设是中低收入户 他们没有这样子的经费 去造访森林 从事森林疗愈 他们也会补助 因为他们要鼓励这些人 通通到森林里面去 就是韩国的做法 那在日本的话 就是上元言理清 对 等一下 我跟教授打菜一下 因为我看到的那个资料 我真的要跟 应该是说 我觉得我们做节目 或者是说做广播 当然可以让大家 听到不同的资讯 当然我们如果说 有政府单位 听到这件事情 也可以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 借进国外 像是韩国 我手上 我记得 我今天早上看的这个资料 它总共是赤资了 1500亿的韩币 大约是30亿的台币 在做这件事情 它一年 甚至还会花 3亿台币在维持 也许在训练 在里面的一些设施 哇 我觉得 就是用政府的力量 在支援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非常了不起 你讲的一点都没错 我觉得他们是有前瞻性的 对啊 他们现在已经看得很远了 对 因为你如果说 看联合国 就讲到这个2050年 其实全世界大概70到80%的人 是会浓缩 居住在都市里面 所以可以想见 这样子一个浓缩 在都市里面的环境 会让人家有非常多的压力 紧张 暴力 所以你要让这些人舒缓 事实上你要把这些森林的地方 自然的地方规划好 让大家在假日的时候 有机会能够去充电 对 所以我觉得韩国的确看到 这个未来的趋势 它会先预做准备 然后在报道当中就有写到说 其实韩国的政府说了一句话 其实我觉得也蛮棒 就是说如果人民是健康 其实就是政府最大的资产 就是国家最大的本钱跟资产 人民少一点生病 少一点文明病 少一点精神的疾病 对于国家来说 就是国力强壮的 最好的一个支柱不是吗 是 是的 那我也要帮我们台湾的林务局 说一点话 台湾林务局也很棒 因为其实我觉得近几年来 在做的这个规划 其实慢慢的都有在进步了 是 是 尤其我们现在的林华庆局长 他其实是我的学弟 他是我动物系的学弟 那他其实非常认真在推动 这个森林疗愈这一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有18个 就是属于林务局的森林游乐区 然后慢慢我们就从中间筛选8个 然后有一些指标 譬如说它的林相要够玉壁 它里面的分多金的量要比较高 然后有一些步道设计的很好 可以从事一些不同的活动等等之类 所以我们就帮林务局规划了 8个不同的森林疗愈基地 然后我们也开始带大家进去 譬如说阿里山是比较属于 年纪轻一点点的可以上去的 因为它可能有一些比较高山 那如果一些年长的可能到高山 它会有一些缺氧 那不见得适合 但是有一些平地的生意游乐区 譬如像在花莲 大农大富的平地的 然后它的步道很宽广 甚至可以推轮椅 也可以进去做一些活动 那我们记得在一次 八仙山的生意游乐区 我们就带了一次活动 我们带视障的 视障的朋友 我原来是觉得说 我们是要疗愈他们 结果反而我们被他疗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带他去听这些水声 然后我们站着听 跟坐在地上听 然后这个人就跟我讲说 我站着听 觉得水声慢慢不断不断地 流向大海 好像是一个遥远的一个图像 但是当我躺下来的水就在我旁边 我就听到呼噜呼噜呼噜 好像在安慰我一样 从他们的这种感官 特别的敏锐 因为他们看不见 所以他们的听觉就特别的敏锐 然后他们告诉我们的故事 让我们真的感动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看到那个山 我忘了他们是视障了 因为有些视障 你从眼睛看不出来 所以我就说 哇你看那个树 有不同的深浅的绿色 还有蓝色的天空 他说 云老师你知道吗 他说对于我而言 我看到的都是一片黑 我当时觉得 哎呀我怎么这么 这么不敏锐 不敏感 因为他是说 他是后天才失明的 所以从外观看不到 那但是也让我提醒了我自己说 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关怀别人 要敏感一点 那我就说 我是被疗愈了 也被他们疗愈了 那他们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也真的是可以听到风声鸟声 所以他们很感谢我们 带他们去从事森林疗愈 那还有年长的 在八千山他有个沿西步道 他是可以推轮椅的 所以我们也让一些轮椅族的 或是有一些小朋友 他们也许是不能够走路的 我们就在那边 从事一些森林疗愈 所以我就说 其实在台湾 说实话是很幸福的 我们有规划得宜的 这个18个森林游乐区 有8个已经规划 变成森林疗愈基地 但是我们的政府 其实要有更多的钱 一直在这个森林上面的一些维护 因为森林的维护 还是需要一些经费 真的真的 因为森林维护 其实才是后续的维护 我觉得政府有心在做这件事 但是后续要怎么去维持 怎么维护 以及说譬如说 像是教育更多类似的人员 我觉得也是一个 必须要投注的这个经费 是还有些软体 就像您刚刚讲的 软体的教育的这一块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假设如果 我们真的很想要跟大自然连结 然后如同我刚刚在广告之前 有讲过说 有一些民众觉得说 我如果去森林 也许有些人行动不太方便 附近的公园到底有没有办法 也去做一个疗愈的事情 那当然 其实现在 因为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 那我希望更多人能够响应 更多的团体可以来做 所以我到处去演讲 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活动 所以现在其实在中建纪念堂 然后在228公园 然后在大安森林公园 像大安森林支有基金会 也非常的积极 就带领大家在附近的都市城镇里面 可以从事一些简单的森林疗愈活动 像上元岩老师在日本 他就很推崇礁山 他说你就从你们家里面 你就开车开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你就可以在礁山里面走动 礁山很棒 尤其我觉得台北市也是非常的幸福 台北最近好多礁山被开发 因为大家现在都在需要疗愈 又不能群聚 有没有 最近山好红 哪里的山拍照景点很漂亮 最近都整个爆红 对 因为我觉得台北市政府大地工程署 他们也非常的认真 在规划一些步道 所以当然礁山是很可以 作为一个森林疗愈的基地 譬如在美国 它就有一个学会 它做的就是指一些公园 它有一个公园就叫大家 把你的这公园里面的设施 譬如说有没有残障的步道 有没有一些水池 那有没有一些森林 有没有小径 你把这个所有的资料 用一张A4的纸把它写 就是填表格一样 然后它是给谁呢 它是给很多所谓的care giver 就是说照顾别人的人 譬如说我是长照 我来照顾这位老先生老太太 或者照顾一些身障的 那我如果在我周边的环境 我知道哪些公园 有哪些设施 可以带他们去从事一些活动 从事森林疗愈的话 我就可以根据那个网页上的资讯 来做一些活动 那甚至呢在美国 他们把这些care giver 就是照顾的这些人 他们如果像这些老先生老太太 他们可以有一些保险来给付 所以他们开处方签 有的时候是医生开处方签 说我觉得你这个压力太大了 所以你必须要带着他 到森林里面去走动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处方签是去户外走走 德国有 对啊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 有时候有一些病其实根本不用要 没有那么严重 去外面呼吸一下 清闲空气 去大自然走一走 你就不要而遇 对 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够慢慢推 跟卫库部啊 跟这些 很棒 这个全民健保啊 或者说是一些私人的保险公司 然后来做一些连结 看看有没有办法 能够让一些开的处方签是说 今天到阿里山 很棒 去三天 然后从事森林疗育 因为在德国事实上 他们有做到这样子的事情 他就开了处方签 不过开了处方签 他在县地要有疗育师在那边 监督你做的这些活动 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些 后面的一些机制 然后来确保说 你没有滥用像这样子的森林疗育 我觉得这很棒 希望台湾未来有一天 医生开的处方签是 去内湖金面山走一走 去台北巷山爬一爬 或者是说 去金瓜石茶壶山 看一看 之类的 很棒耶 我看仪佩对台北近郊 很多地方都非常地休息 我最近很常去爬山 所以我才说 今天跟教授聊天 真的非常开心 其实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 当然森林疗育这一块 是一块很大的学问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教授的口中里面听到说 其实各国都是怎么做 其他的国家怎么做 我们台湾又做得如何 我真的觉得 听众朋友不要觉得说 这件事好像离我们很遥远 觉得爬山很累 没有 没有叫你很累 你就算开车去那边 其实现在有很多步道 你走两步就有风景可以看 哪有哪有累 就是直接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其实是很棒 对然后我特别提到 就是说瀑布 对瀑布 台湾我觉得得天独厚 台湾有很多 因为有高低落差 对 比较快速的这种 快速的水流 所以就会造成一些瀑布 这些瀑布飞溅出来的水花 负离子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对像在内洞 像在满月圆 那些瀑布旁边 那边做伸展 做呼吸 哇那个负离子满满 我们应该站在瀑布的哪边 才可以洗到最多的负离子 让我私心的想要站在一个最好的spot之类的 其实哪里都还好啦 只要水花飞溅 因为它的速度非常之快 是 所以打到石头上面 然后有一些离子会跑出来 电子会跑出来 很棒耶 所以就会产生负离子 所以在什么地方都非常好 你看哦 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是礼拜六 你明天礼拜天 你就可以找一个 你们家附近的一些礁山 有瀑布的地方 有森林的地方 有树的地方 去走一走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我想呢 你下个礼拜 面对你的老板 面对你那些killer 好不好 面对你的同事 你真的会有很多的能量 非常谢谢我们 台湾森林保健学会的理事长 原校委员理事长 谢谢理事长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 要带给大家一首歌的故事 是什么呢 Story of Song 一首歌的故事 好 今天我们一首歌的故事 为大家选的是 张韶涵的《灵雨一直走》 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 跟森林有关 跟大自然有关的 那么2006年的时候呢 张韶涵那个温暖的曲风 隐形的翅膀很红嘛 大家都会唱 这一曲呢 就成功打入了 两岸三地的市场 让每一个听众朋友呢 到KTV都一定要点 隐形的翅膀 其实2006年距离 现在已经蛮遥远 但是呢 我身边还是有朋友 也是年纪有一点的朋友 就还是会很想要唱 隐形的翅膀这首歌 那么呢 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 其实张韶涵推出了 第七章的专辑 叫做《有形的翅膀》 象征着这一路支持的歌迷跟朋友 还有陪伴他度过低潮 跨过悬崖的 这个音乐的力量 就好像是有一个隐形的翅膀一样呢 在支持的他 那么专辑当中就收录了这首歌曲 叫做《淋雨一直走》 那为什么要叫淋雨一直走呢 原因是因为这个制作人呢 希望向异智化为旋律轻快的温暖曲风 然后呢 这个作词人是金曲作词人姚若文老师 所为他量身打造的歌词 那么将张韶涵自己的人生历练 放入在歌词当中 能带给更多人永不放弃的信念 跟阳光朝气的希望 我相信这个永不放弃的信念跟希望 也是我们觉得现在最需要的 我相信所有的台湾人大家呢 共同的这个努力 我们真的有这个信心 可以对抗病毒 然后呢我们找回我们自己的健康 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淋雨一直走》 真的要去山林里面走一走 然后健康真的是无价很重要